第18題 有關於平均速率跟平均速度的係數下列何者正確 A 只要做直線運動平均速率一定會等於平均速度 這個說法呢是錯的 因為呢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直線運動有折返有回頭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 位於跟路徑長的路程的大小就不會一樣 那麼位於跟路徑長大小不一樣 這時候平均速率就會跟平均速度不一樣 所以A選項是錯的 B選項只要做等速度運動平均速率一定會等於平均速度 這個說法是對的 因為如果做等速度運動就表示速度的大小跟方向都不會變 因為大小一直都不會改變 而且方向也不會改變所以不會回頭 所以這個時候的我們的路徑 路徑長就跟位於會一樣 然後大小也通通都會是一樣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平均速率就會跟平均速度是一樣的 C選項 如果物體改變運動方向平均速度可能會大於平均速率這個是錯的 因為呢 如果他會有折返啊如果他有折返會他會轉彎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的路徑長 我們的 路徑長我們的路程就會比我們的 位於來的大 因此算出來的平均速率呢 就會比平均速度來的大 所以我們的平均速度最多最多只會跟平均速度一樣大 平均速度是不會超過平均速率的 所以C的說法是錯的 除了說法是如果平均速度等於0 平均速度也是為0 這個說法也是錯的 因為我們從A點出發往前走 又回頭又回到A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的位於是0 因為我們的位於是0所以我們的平均速度是0 可是我們的路程不是0 我們的路徑長不是0 所以我們的平均速度不會是0 所以這樣的說法初選項也是錯的 因此呢我們第18題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B 只要做等速度運動 平均速率 B等於平均速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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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